积极的直博陪福 如沉船渡海饮食俱备 方能渡月生死苦海 大智多论云 富贵虽乐 一切无常 五家所共 令人心善 清造不定 财富看似真实 却容易因支箭不振 而造业受苦 如果能够以慈悲心 平等心 广行不失 同时不执着所修的福报 不仅能舍除奸贪习气 也能将有形财富 化为真正的功德 所获善果不可限量 佛经里面 有这么一个典故 有一个人就请示佛陀 说 我只是一个小雨滴 我只是一滴水 我怎么样让这一滴水 不要干掉 佛陀告诉他 你把它滴到大海吧 广大的大海 跟这一滴水融合 这滴水 永远不会干液 如果我们的爱心行动 爱心言语 爱心的思想 观念 技巧 把它放到 广大的社会 需要者身上 给这个人们 给这个社会 给这个国家 给这片土地 我们这个爱心 也永不干液 如同这个水滴一样 布施是六波罗蜜之首 能去除 坚贪习气 广增福德 如果能以慈悲心 平等心 广行布施 发心长远 而不执着 所修的福报 这才是真正的功德 所获善果 不可限量 佛陀礼节以来 也是如此 广修不失 行六度万恨 并了达三轮体空的道理 修而无修 因此成就无上佛果 法界新闻记者 赖伊荣台北采访报导